中場會上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新戲即將登場的國會龍頭戰 因為民眾黨選擇推出黃山山 要跟韓國瑜游錫坤徵院長寶座 預估第一輪各陣營票數游錫坤51票 民眾黨八席將全數票投黃山山 即便韓國瑜在藍營以及武黨籍 兩票的加持下以五十四票領先對手 但是因為得票沒有過半 所以得進入第二輪投票 而民眾黨第二輪策略不投票 如果藍綠投票意向都不變的狀況下 第二輪多數決規則 韓國瑜將當選立法院長 如果認為韓國瑜院長比較好 那就請支持韓國瑜院長 韓化民眾黨別棄票 難道是立月綠白河還有空間嗎 因為要是民進黨不想讓韓國瑜贏 加上民眾黨的院長人選 並非黃國昌 假設第二輪投票 綠營可以將全部的五十一票灌給黃山山 這樣加上民眾黨的八票 總計五十九票就可以拉下 韓國瑜搶下立法院長 甚至還能換取白銀支持蔡其昌搶副院長位置 我沒有爭取的問題 我代表民進黨黨團提名我來競選副院長 所以我是依照黨的需要 立院正副院長站綠白 有沒有可能合作以及引起討論 現在還被爆料 賴清德找民眾黨人士入閣 聽說他已經成功的說動了 民進黨的兩個人要入他的閣 民眾黨的背書的話 藍營搶先爆料民進黨內閣布局 被點名的包括張其露以及賴香菱 兩人暫時沒有回應 對於現任立委入閣傳言 民眾黨表示目前還沒有任何訊息或接觸 原則上對聯合政府要以黨對黨的基礎上來談 立院龍頭站各陣營持續堅守底線 不到最後一刻不輕易掀出底牌 華視新聞林瑋瑜結紅旗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